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好 大爷 您的膝盖怎么不舒服 我膝盖就是上楼梯的时候 感觉的炸和酸痛 很奇怪 有时候半年这个腿痛 有时候这个腿痛 然后呢 刚刚张医生讲 等一下上厕所我蹲不下去 蹲不下去 我必须是做 但是最近呢 我觉得多活动活动呢 好像又好一点 所以他讲到一个重要的观念 你看他多活动 反而膝盖比较好 所以如果我们听信医学讲的 要多休息 反而不是更惨了吗 所以只要说膝盖痛 我认为反而应该跟爬楼梯 而且要爬山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下楼梯 跟下山要注意 要脚尖先着地 你不能用脚跟 因为脚跟一踩 他就会臀部就会受力 那筋就会奔紧 所以你用脚尖就不会伤到 所以下楼梯跟下山就用脚尖 那这样你在爬的过程中 因为你有在动 这里在动的时候 其实他臀部就在动 这个筋在动 对 他筋松了 他膝盖就松掉了 他的原理是这样 这个老人家 您这个症状有多久了 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 医生让我吃那个胶囊 然后呢 人家告诉我 这个东西对肝肾有影响 所以我不敢吃 一直也没有吃药 没有吃 没吃 是 所以你多活动 筋就松 那如果知道的话 再从臀部落 那效果肯定会更好 那我们跟这一位老人家处理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请 前一线也有点肥大 前一线也有 然后呢 这个小腿肚子吧 也有点酸疼 那这样的问题就比较多了 那好 我们再一一来看 好 趴着 我们顺便来解决他的 他说平常小腿肚也会不舒服 对不对 对 那小腿肚是谁管的 上胸椎 上胸椎 所以我确定他上胸椎就有问题 那还有他说前列腺也有问题 前列腺这样对过来是哪里 就是间椎旁 这个我们在上一集已经有介绍 所以我确信他这里也有问题 那还有呢 他两个膝盖有问题 那膝盖的就是屁股管 所以等于他臀部是这里还有两边 那再加上这里就是他今天叙述的症状 那既然来了我们通通帮他做一次 这里痛吗 不太痛 酸 这里酸是吗 那这里酸吗 这个不酸 这里不会 这里也不会 这里也不会吗 这里也不酸 这里就有一点 这里就有了 那就是这两点 那我看看这里 这里酸吗 一点点 这里也一点点 这里呢 也是一点点 这里也一点点 那就是这里 这里比较轻 那如果小腿肚你就揉这里 这一点还有这一点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晚上会不会尿很平 不多 那前列腺的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也顺便帮他做做看 这里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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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几乎可以确定 这个 这个 间椎旁是有痛点 这里疼吗 疼一点 疼一点 好 我再帮你找另外一侧 这里疼吗 一点点 这里疼吗 一点点 这里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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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点 这里疼吗 一点点 这里疼吗 这一点特别疼 好 我们间椎也帮他稍微处理好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处理他的膝盖 好 这里疼吗 疼 这里疼 这里疼吗 疼 这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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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痴 疼 疼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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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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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观看 观看